這條影片是會介紹三個平台 讓大家不用錢不用VPN 和不用外國的信用卡都可以體驗到ChatGPT的強大功能 我們立即開始 Hello 歡迎回來Unlock Channel 我是皮希 過去半年因為OpenAI推出了ChatGPT 和GPT科之後帶給科技界和整個網上一個新的熱潮 大家都看AI 不同的公司都說要推出新的AI 但是在我分享或教班做demo的時候 發覺很多時候有成一半或更多的朋友 原來只是聽過ChatGPT 未有機會接觸或試用 可能因為我們身處在香港的地區 由於種種因素的問題 我們這個地區實在太特別了 香港和中國 暫時未被開放使用OpenAI的技術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用到ChatGPT的功能 所以我們需要用VPN 翻牆 還要用外國的驗證 電話 等等 做驗證 我們才可以開通用ChatGPT的功能 今天會分享三個平台 正式連接了OpenAI的Service 用到ChatGPT的功能 這樣大家可以有一個很容易的方法 就可以用到這些最新的AI技術 第一個就是ChatEverywhere 大家用你的Web browser 打ChatEverywhere.app 就可以直接 用到這個平台提供ChatGPT的服務 這個平台其實免費使用 你可以做Sign In登記 登記了方便 你可以在不同的device 用的時候 都可以看回你的對話 ChatEverywhere 是由Explorator Labs 呈現給大家的App 接駁了ChatGPT後面的語言模型 用着GPT3.5的版本 它在界面上提供了很多額外的功能 讓用家可以體驗到更方便的用法 進來之後大家可以選擇一些預設了的Role 因為這個AI很懂得扮演不同的角色 做對答的 無論是WritingTilter Live Coach 心理學家 Social Media Inferencer 等等 你可以按進去 或者用一些簡單預設了的指令 都可以試到 你按入WritingTilter 就已經問他能否幫我寫一段文字 我們示範一下就直接叫他寫個Online Business相關的Blog Post 在300字和一個啟發性的Tone 看看他會給到一個什麼答案 很快你看到他就已經寫了個標題 然後Posting的內容就一句句寫出來 大家用的時候 因為他在ChatBot對答 好像明白我們的語言 你想叫他調整什麼 長度短度或者不同的表達形式 你都可以繼續Fallup 一些指令去問他 而ChatEverywhere有其他功能 左邊可以 save你不同時候的對答記錄 你下次再登入的時候 又會看回 設定模式 光暗 甚至import export data 因為你對話的時候 那些數據你不想save在這個平台 就export出來 delete了它 或者是下次再用的時候 import 又可以繼續再用 至於怎樣 可以用ChatGPT的功能 在你的工作學習 或者生活上面 更加有效率 和容易用到 你就需要了解多些AI 小弟 第一個 公開AI的課程 包括生成性AI 和使用ChatGPT的功能 在你的商業工作上面 的課程已經推出了 這個課程是會幫你解鎖 對於AI的認知和技能 特別是會幫助你了解 怎樣應用ChatGPT 做文字生成 甚至圖片生成 助你打開使用AI 和進入生成式AI 時代的一個大悔 如果有興趣的話 按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了解課程 或者查詢相關的資料 而且二人同行 是有特價的 這個課程是有限時的 大家把握機會 報名 希望到時候 在課程中 看到你 和幫助你解鎖AI的技能 第二個介紹給大家 可以很容易用到 ChatGPT功能 就叫做PoE PoE 這個是給IOS的用戶下載 大家可以在App Store搜尋 PoE 記得是紫色icon PoE Fast AI Check 看看畫面 就會看到這個App 無論在iPhone 還是iPad 都支援 PoE就是有一個 Core的平台 去開發連接了 ChatGPT的API 而且這個平台 也是過去十年 網上很普通的 類似支付網 有不同的問題 用家提出 就有其他用家去解答 提供了很多 很好的資訊 他們免費提供這個App 就可以讓用家 用到這些ChatBot功能 除了安裝在iOS的App 在web的介面 他們都可以同步使用 大家用browser 打PoE.com 用你的電話 和電郵 做了登記驗證 就可以使用 入到來 其實現時最新 是有八個不同類型的ChatBot 是由幾間的供應商 或者語言模型 去到支援 這次這個簡單介紹 大家 按一下ChatGPT 就會直接用到ChatGPT的功能 而他們用的model 就是3.5版本 如果想體驗4的話 都有 4就需要 大家去付費 Subscribe 就用到4的功能 就好像在OpenAI上面 要plus的version付費 才用到GPT4的版本 用到3 對於新手 或者去體驗這些AI 已經很足夠了 這裏你的對話 其實就是 一個 上文下你的對話 跟這個Chat Everywhere 有些不同 Chat Everywhere 就可以去 save了一些對話 除了save對話 Chat Everywhere 你按下去 它還有online模式 還有可以選擇 語言 當然你對答的時候 ChatBot都很懂得 用你的語言回答 但online模式 就是Chat Everywhere 有 由於 ChatGPT 或者他們 在接 GPT3 的功能 其實是不會上網的 所以你問天氣 新聞的東西 是不知道的 而在Po 顯示OpenAI ChatGPT 這個ChatBot 它的知識 Database 是去到2021年 大概是9月份的時間 所以你問一些新的今天天氣 今天最新的新聞 它回答不了你 因為它是offline模式 但是你叫它寫內容 叫它給idea 例如 5個最新學習技能的方法 它就可以建議到一些新的建議給你 做一些數據整合 做一些資料的research 完全沒有問題 甚至學language 和programming 它都可以提供這些知識 如果你想online的話 就要看Chat Everywhere 選online模式 輸入的時候 如果它不知道的話 它會馬上在網上搜尋 然後整合網上的資料 給回一些相關的回應 用Po的好處 就可以裝在iOS 裝置上 隨時開 都可以從 checkboard 做對答 平時我做demo 或者教班 不用使用VPN那麼繁複的話 都是教同學 用Po 或者check Everywhere 就可以體驗到它們的功能 第三個就是 Microsoft的 Bank Search Engine Microsoft宣佈了和OpenAI合作 亦都擴大它們的 主資後 在它的服務平台全面整合 和OpenAI相關的技術 大家如果下載了Edge的 規模式 然後打上Bank.com 就會去回平時 Bank Search Engine 但是它加入了新的聊天功能 就是check AI 而它背後 是搏了最新的check GPT-4的模式 所以用Bank Search Engine 做對答的時候 應該體驗到它 最新的功能 而且它本身是一個 Search Engine 它有什麼資料 不知道的話 它都在網上 直接搜尋 整合 給大家看 就會成為最新的 而且整合 Search Engine 的GPT模式 如果用Edge Browser 大家會看到有三個模式 創意模式 平衡模式 精準模式 精準模式 它不會說太多廢話 你問什麼 它就回答什麼 而且 它的準確性會高一點 平衡模式 就會比較交談 好像在聊天 給一些建議 對答 如果用創意模式的話 它甚至給你一些圖片的創作 就好像之前我 入了一些指令 叫它創作 一些相片 圖片給我看 它都做得到 這方面 它是接駁了OpenAI Dalee的技術 如果你有VPN 才可以用得到 但是過去的對答 不同的模式 在右手邊的 Browser都記錄了 你就可以 按出來 再做對答 由於 它是網上的 Online mode 它可以 資料提供商方面 它都給它 到底在哪些網站連結 找到 對於一個 要AI對答 又要做Fact Check 資料的話 Bain 就比較 提供到多些 資訊 給你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 Microsoft Edge 加上 Bain的新功能 AI 怎樣應用 可以看我上一條 已經有詳細示範 每一個功能 讓大家 可以善用到 Bain Check AI 在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上 Chat GPT在這半年 掀起了整個新的AI熱潮 亦都帶領我們進入新程式AI的時代 無論影片 相片 聲音 影像 3D等等 全部都有AI的工具 一路推出 我們進入新的時代 有新的技能 新的mindset 讓我們 可以適應 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是非常重要的 有興趣可以subscribe Unlock 這個channel 和了解我的課程 按下方的連結 讓我們進入新的AI轉型 在mindset 技能 都是ready 讓我們 不需要 擔心 被AI取代 如果這條片幫到你 希望你給個like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和subscribe Unlock 這個channel 希望我們可以 和你進入新一輪 轉型的旅程 多謝你 我們下條片 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